哈登重回火箭逆转取胜 快传三巨头莫杰奇发威 20分大逆转击碎休斯顿 比赛开始先是迎来的火箭新老河对决 格林单挑哈登上篮得手 哈登也借助掩护突破上篮完成了本场手球 然而火箭的青春风暴来势汹汹 格林继续突破欧洲部反篮得手 史密斯则在底脚架起三分炮台 发挥自己高个射手的威力 只是休斯顿的篮筐太过熟悉 哈登反击条龙强行打成2加1 不料格林那边乘着冷静 压少出手超远三分一击击中 替补登场的惠特莫尔更是犀利 缓开对手大心脏三分稳稳命中 幸好快船替补今天表现也不错 鲍威尔借助掩护三分果断出手命中 海兰德也不负使命单挑对手 丝滑上篮终结 进入第二节 保罗乔治首次进攻就险些失误 幸好海兰德积极抢到球权 顺利转换为一次精彩的压少中距离 然而年轻人的活力满满 惠特莫尔抢断反击秀出大风车爆扣 随后神经抢到篮板直接长传 白魔兽再度上演 精彩左手上篮 但这样的连线还没结束 神经再度推动反击 助力惠特莫尔全力冲击篮筐 又在外线手低手 为小伙子创造了巨大的三分线外机会 关键时刻 伦纳德积极扛起球队 迎着对手三人强行上篮 哈登也发动挡拆 为低脚的曼恩创造三分空位 有了队友的支持 伦纳德的进攻更加犀利 先是自己招牌中距离 随后反击吸引包家 豹可比继续自己稳健低脚发球 哈登也抓住乔治的成功防守 反击强硬再度上篮 为难间迪龙挺身而出三分命中 帮助球队稳住领先 然而年轻人的火力丝毫不减 格林布光助攻低脚史密斯三分命中 又在挡拆中发挥速度优势 轻松细耍泰斯精彩2加1 幸好哈登全球功力十足 挡拆助力泰斯 转身暴扣换颜色 伦纳德也积极支持队友 反击传球再度让泰斯起飞 又压着时间完成中距离出手 结束球队最后一攻 莫杰决战 神经的力量让他在对手禁区继续为所欲为 阿门汤姆森的弹下终结 也及时帮助球队拉开比分 关键时刻哈登挺身而出 单挑史密斯强硬完成上篮 双子星也纷纷把握哈登创造了三分机会 连续两季三分球 帮助快船彻底吹响了 今日的逆转的反击号 火箭神经的内线好不容易勾手打进 稍稍止血 奈何伦纳德乔丹附体 急停中距离幸运掉入篮筐 豹克比的制空三分更是犀利 完全无视眼前的防守人 随着伦纳德再度单挑史密斯中距离 接管了球队进攻 点起对手突破 助攻保罗乔治 低脚三分 稳定出手命中 自己在湖顶的单挑则是继续精准落袋 再次打成二加一 不料快船关键时刻沟通失误 漏掉了史密斯的湖顶三分 幸好比分足够领先 让神经最后的扣篮失去了比赛意义 快船成功逆转对手